今天是1月27日,星期四是職業期指轉創的高峰日 近期市場的焦點放在美國聯儲局的議息會議後有什麼公佈 果然所料就是會加快加息的步伐 而且加快縮表的步伐 令市場有一個隱憂 事實上要打壓通脹 除了加息、收緊銀金之外 真的沒有其他方法 不過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成效 這就反而是另一個說法 以往通脹升溫時 加息、收緊銀金的確可以壓抑通脹 但這一次我覺得未必能夠這麼容易 去對付這個惡性的通脹 再說,烏克蘭局勢也比較緊張 所以令到買盤真的卻步 但買盤卻步之餘 做淡的就趁機會反擊 剛才我提到 今天是職業期指轉創的高峰日 淡倉當然希望將指數壓低 從而減低轉創的成本 令到明天即月期指結算的時間 規徹不要太多 不要忘記今月指數是由6日的低位 22,709點 升到21日的高位24,982點 簡單來說,以現在的水平來說 距離今月的低位還有1,000點 從技術上來說 今天真的不太好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時恒指先低了337點 去到23,952點 之後買盤逐步減退 沽額逐步湧熱 結果指數直至現在 大概11點10分左右 已經一度低現23,720點 跌了569點 當然不知指數這一刻 亦都跌穿20點和50點線 簡單來說 現在的恒生指數 是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是屬於一個 反覆逐步試低位的格局 換句話來說 股市要擺脫逐步試低位的格局 率先首要的條件 就是指數一定要走到50點線樓上 這是最基本的 50天線現在在23,869點左右 距離現指很近 看高一點就是20天線 大概在23,972點 都不太遠 不過再高一點就是 100天線是24,538 以及10天線24,368點 這就比較遠一點 現在有個想法就是 指數暫時跌了所有平均移動線 一定是反覆育市低位的格局 這個不需要爭拗 但是由於距離最近的50天線 是很近的 只要指數有少少後抽 可以回到50天線 或者咬著50天線 其實技術上的形態還是大遠 但情況不是差的那麼緊 有人說市是紅市 是很差的 只要看新經濟股跌到七彩 已經看到市會跌 這個從來沒有否認過 新經濟股已經進入了一個 急升後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而這個消化和整固是漫長的 反而現在應該留意一下 例如匯控金融沒有跌 883宗可能是石油 股價還是靠眼 157亦如市 941宗移動還在52.5元 其他的銀行股 也相對比較硬 我們不要一面倒 只看新經濟股跌 就斷定大市一定不行 好 指數是跌很多 你買著中移動 你買著匯控 你買著其他的 例如石油相關的股份 你有甚麼損失 最多都是賺少一點 所以選擇性的急落才是最重要 不要一面倒 新經濟股一跌 就說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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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就不太籠統 升前有一個衍生功的事 跟大家分享 今天講的是匯控的call率 21763 行駛價是60.05元 到期又是今年的7月 有 槓桿大概是9.9倍 匯控如果在54元左右 21763這個call率大概1毫5,9 如果匯控能夠上到56元 21763這個call率 有機會見到2毫2千2 潛在升幅大約39.1% 反過來 匯控如果閃到53元 這隻21763的call率 亦會見到1毫2指 因為潛在跌幅大約24.5% 相關資料是由升展提供 想知道多些 卡入升展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在3毫4千8千2 超越有驚殺 一跳 100千2